中国体育电影会不会因为王一博的加入而有所改变 真是出乎意料 如果没有媒体给他贴上这么大的标签 我们都不会知道原来只有26岁刚踏入电影圈 仅拍摄了三部电影作品的新进演员王一博 居然受到了媒体如此高度的期望 愿意担任挽救中国体育电影的重任吗 这些媒体对王一博寄予如此高期望 不仅是因为他的年龄 资历、资言、经验和名望等等方面还有其他原因 我想知道按照这些媒体的标准 拯救王一博的条件是什么 拯救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在个人层面上 王一博在半年内成功上映了三部电影 这三部电影的题材各不相同 包括《民国谍战》、《主旋律空军》以及《青春热血励志》 这三部电影都没有依赖大导演或知名IP 并且避免了寸社会热点以及诈骗式营销的行为 他通过刻苦宣传和实实在在的路演 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而没有依附任何可以帮助他取得票房的大数 这半年里三部电影在票房上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其中无名以8.45亿的票房成绩脱颖而出 《长空之王》更是达到了9.31亿的惊人数字 热烈自上映仅17天就已经突破了8.2亿的票房 三部电影在半年内票房过8亿 这个数字是否应该遭到嘲笑和耻笑呢 然而回顾内地电影史 只有142部影片能够达到这一数字 其中体育题材的影片更是只有两部 今年上映了270部电影 其中有44部突破了1亿票房 而能够达到8亿的影片仅有15部 而王一博主演的影片就已经占据了前15名中的三部 国产体育电影的票房记录目前有巩俐主演 陈可新指导的夺冠保持着 该片在29天内创下了8.36亿的票房 另外顿超导演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在今年年初上映 票房也已接近1.0亿 你们的能力令人惊叹 你们将天然受众受限的体育题材电影与大制作 高成本以及社会热点话题电影进行对比 当热烈迅速超越纪录 成为中国体育题材电影票房冠军时 你们却宣称即使有王一博也无法拯救中国体育题材电影 中国体育电影在这一招翻手迎覆手语中成了悲哭者 大众被迷惑而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演员 在几部电影中担任主演的王一博 从无名到场空之王再到热烈 他的表演技巧受到了导演 前辈、电影学院教授以及电影界专业人士的高度赞扬 随着一部部电影的上映 公众对电影演员王一博的认知和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 国民度稳步提升的是演员王一博 他持续地在一个又一个大荧幕作品中展现自己的才华 王一博作为一名演员 他在拍戏方面非常认真 他的今夜精神和努力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被众多舞者推崇并认可的仅有的一个最适合陈硕角色的人选 王一博的街舞技巧和造诣无需再多言 王一博充分展现了他对热烈的才华 他的努力一定会得到认可 众人注视的目光不会被遮蔽 不必急着对待这位26岁的电影新人 同样你们也不要过于急躁 时间可以被视为最有力的证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